或以 念佛或以 犹如是功德 以 这个以 是 根本烦恼之业 根本烦恼有六个 贪 称 吃 慢 下面就是义 最后是卧鉴 卧鉴呢 就是私火 身鉴 边鉴 鉴取鉴 戒取鉴 邪戒 合起来 卧鉴 义 是菩萨 最大的障碍 菩萨不能开悟 不能见信 念佛人不能往生 都翻在这个字上 那就不是真心 信心不到位 不是说你没有信心 百分之百的信心 没有一 百分之九十九的信心 还有一分一 那一分一就是严重障碍 就障碍你不能成就 你说这个事情 麻烦 我们过去听老师讲 很难理解 老师给我们举例子 他说 譬如 这个茶杯 成的是啼壶 满满满 这就说什么 你百分之九十九的信心 当中有一分是一 那就是一点多要 就把你 九十九分信心破坏掉了 比喻的好啊 让我们真正能提高警觉 对经教不能怀疑 对佛菩萨不能怀疑 对自己的善根父的姻缘不能怀疑 有一点点怀疑 就障碍你的成就 真心 你看这经线讲 真心怨 真心怯 这个功德了 无比的 殊胜 没问题 你还没有 你还没有 我还没有